Apple 所吸電影 iPhone 5 無 4G 申請司法覆核 iPhone 5 配 4G 想起這個速度都爽歪歪 不過如果你是電影用戶就沒辦法了 事關 Apple 將 iPhone 5 鎖了卡 電影 iPhone 5 用戶連不到 4G 這麼嚴重 電影職員去年 9 月 23 號 就帶上部插電影 SIM 卡的 iPhone 5 去 Apple Store 問為什麼 誰知道別人說只有數碼通用戶可以用 4G 資料顯示 全民數碼通預救了 10 萬部 iPhone 5 所以獲得率先解鎖 雖然電影曾經去信通信局投訴 要求 Apple 解鎖 又要求局方就解鎖作指示 不過多番交涉都沒有明確回應 電影認為局方沒有執行早在 1997 年 禁止刑犯商以鎖卡形式綁黑的文件內容 又說截至去年 12 月 鎖卡令公司損失數以億元 同時損害公眾選擇電信商的權利 同業界競爭市場 所以投訴急需解決 通信局上個月底回覆他們說 沒有足夠資料支持投訴內容涉及反競爭行為 也沒有足夠資料支持由局方展開調查 是合理做法 通信局這樣說電影當然不復 日前就入品高院申請司法覆核 要求推翻局方決定 之後需要在 21 日內重新考慮他們的投訴 由將蘋果亞洲有限公司 四間有提供 4G 服務的電信箱 一起列為相關人士 各位電營的 iPhone 5 用戶 有沒有得用 4G 就看這部了